国际浮轮全台12位地区总监为快速回应前线医护需求 联合发行的募资预计在7月15号之前要捐赠135座 总值超过5000万元的浮轮移动式多功能镇压筛减站 其中玉里浮轮社想应认捐一台给北戎玉里分院 希望可以提升花莲南区的防疫医疗两人 载运最先进的移动式多功能镇压筛减站的大货车缓缓停靠 现场包括玉里浮轮社北戎一旅分院以及工作人员 也都迫不及待合力搬运下车欢喜开箱 就是因为这样子一年机会 那这个是我记得没有错 中玉浮轮社他们自己在做医疗机构 他们自己设计的 那里面有单独的帮他裁剪的 然后里面是密闭的可以接冷气 接电就可以接冷气这样 对他们安全上跟舒适上都比较好 随着COVID-19疫情持续延烧 除了防疫措施与病毒无距离接触的第一线医护人员 经常要身穿厚重防护衣 为民众患者进行快筛检测 不仅危险也相当辛苦 国际福伦社全台12位地区总监 为此联合发起募资 捐赠新式镇压快筛站设备 而玉里福伦社社长邱一胜结合了社友 以及欢迎县副议长潘岳霞 玉里镇体育会会长旅里中 以实际行动即可响应 集资一座移动式镇压筛检站 捐赠给北荣玉里分院 提升检疫效率 也提供医护人员在更安全 更舒适的环境中进行检疫 最主要就是当时就在讲医疗快筛站 全国有缺 所以我们福伦社这边就有号召全国来 共同来出职来捐 那我们玉里福伦社就特别捐了一台 给玉里荣苑这样子 国际福伦社预计在7月15号前 完成捐赠135座 总价值超过5000万元的福伦 移动式多功能镇压筛检站 给全台115家主要医疗院所 而花莲总共配捐到5台 分别捐赠给花莲门诺 北荣凤林以及玉里两分院 提升偏乡防疫医疗量能 守护在地社区的健康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